中翔老师个人频道上线 赶快订阅起来吧 欢迎收看标股及先锋 我是千涵 我是中翔老师 节目开始前 你订阅我们中翔老师的YouTube频道了吗 差你一个咯 500订阅就差你一个了 赶快帮我留言500 一起集气冲订阅吧 那我们今天呢 因为中翔老师下午要上课 所以我们今天比较特别是盘中12点的时候录音 那我们可以看到早盘的台股呢 是大涨了 有到200点哦 那原因就是AI股好像回神了 所以呢 接下来的盘式是不是AI股带动下 有机会挑战万八呢 好 首先我们看一下 赶快订阅 赶快订阅 订阅订阅 那在今天格局里面 有一些股票一路创新高 创新高也不需要急着追 不过既然创新高就是多头 它未来还会再继续涨 对不对 赶快订阅 在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 我们看一下今天大盘 今天大盘最多涨多少 最多涨200点 对 你看到没有 201点 是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6531的爱普 爱普是不是创新高 460几块创新高 那是创新高 它又跌下来 跌下来它又会上去 因为它这个创新高在这里 高档会稍微震荡 量不够 它要攻击量是在这里 不过它还是会往上做走高 没有任何的问题 在这里来说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6533的金星科 是不是在创高了 对 我是不是跟你讲会挑战这里 真的 真的碰到了吗 真的 对不对 那明天会不会再动 以这个量来说 应该明天会再涨 它为什么都是绿色的K线 这一天是红色的 对 昨天是开太高杀低 那今天是也是开太高 但是我说它会过468 它有没有过468 有啊 它今天最高来到多少 479 488 差一咪咪 一咪咪 一咪咪等下礼拜就过了 搞不好明年就过了 3443的创意 对不对 同学你看都跌不下来 那你认为说 老师这个1780会不会过 我认为会过 那你就抱着嘛 抱着嘛 明天搞不好明天就过了 明天就过了 那我也跟你讲 3231的伪创 我说不会跌了 嗯 我说不会跌 它就不会跌了啦 对 它是不是已经要过季线了 嗯 对不对 很多同学都卖在低点 2382的广达 我说不会跌了 对不对 它也是挑战一下这个季线 它过季线会跌哦 嗯 所以你还可以抱哦 等到过季线2376的季家 今天涨很多 因为它离季线最远 对 它离季线最远啊 所以还会反弹 是 那反弹到这里 大概就250左右吧 250以上 你在这里还是要出一趟 毕竟如果从200涨到250 涨50块钱 嗯 对不对 像653的爱普啊 各位啊 对不对 它从360几块涨到360几 涨到460几是涨100块 对 那100块再稍微休息一下 明天再攻涨停板 那就漂亮了 对不对 在这里大概就是这样的 那像比如说6533的金星哥 对不对 它在这里也是一样 300多块涨到400多块嘛 光光这几天就100块了 对啊 100块了 对不对 那明天会不会再继续攻 阻力策码多还继续攻 好有任何的问题赶快问 老师有朋友问4743的核一 4743 核一最近在休息 跌得好惨 是的 这个拉上来 这个缺口都回补 这不漂亮 反弹再卖反 反弹再卖反 你注意到 在一根长黑之后 隔天只要没有过 这个长黑的平盘 你都要出 或是说 这一天长黑 你就应该要出了 是 真的啊 我讲真的啊 K线来说是这样 那现在没出就不必出了 再来 老师还有朋友问 2356应叶达 2356应叶达 叶达今天反弹了嘛 对 他离季线也很远嘛 嗯 对不对 我就说这个也没有必要出啦 是 其实英叶达 我跟你讲啊 英叶达反弹 他跟伟创 他跟广达 他跟技嘉是一样的意思 他们都会反弹到季线 对 到季线以后你再出就好了 好 在啦 还有朋友问6274 同心店 6274 同心店 哦 不是 6271 6271 我有 我上次我有讲过 同心店我没有做 嗯 在这边WD 对 我上次有没有讲过 在这里左右以上 150以上就先出一趟 是 啊 因为这只股票很牛啊 嗯 很牛啊 很牛就是他没有他没有经验令人惊艳的地方啊 所以逢高就站在卖方 对 不是因为他股本大 他股本也还好 就这只股票就很牛啊 你看跌的时候这样 就没人在里面你知道吗 嗯 有啦 就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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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他每次大量过后就没量 大量过后之后就没量 就再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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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很难做啊 就很难做 很难做就用看看的就好了嘛 对不对 好 再来 还有朋友问6515的尹威 6515的尹威 尹威涨到700多块啊 创新高了 对 不要追 这一只股票很奇怪 他在底部是一黑一红 嗯 啊涨多就会拉回 啊再涨 行情好他就拉一下 啊昨天是开高走低 对 啊今天就冲过昨天的高点 这种股票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从底部上来 啊出一个跌下来 出一个跌下来 出一个跌下来 啊今天上涨是没有量 对 上涨没有量代表什么 上涨没有量代表说 没有人要去追 没有人要去追 那你要去追的话 明天就很可能收回K 哦 大概750啦 258啦 750左右就应该出一下了 嗯 短出嘛 对不对 是 下来再买吧 啊他这只股票就是上下来回做了 啊OK 再来 有朋友问3006金好颗 3006我是建议你站在卖方 好 我上次就讲过啦 嗯 这个上面都是涨毛啊 涨毛 这个K线叫涨毛是不是 千涵你知道什么叫涨毛 都是流 上影线 嗯 涨上去就有人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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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个逢高就站在卖方啊 哎我跟你讲这个高点不容易过嘛 嗯 啊越靠近这个高点越慢 我相信你买的人都没有输钱嘛 是 大概是97块左右 今天最高多少 975 975 6258 对 对不对 975可以卖了啦 啊 金豪科他基本上还是赔钱的公司啦 嗯 啊 不要拼命去追啦 好再来 还有8996的高利 8996最近有一点止跌了 因为但是这条季线 对不对 从这里上来 这个也涨不少呢 200块涨到250块 你说多不多 很多啦 很多啦 200涨到250真的很多啦 我讲真的啦 所以在这里啊 先不要急 那高利 大概在季线左右就可以先卖掉 是 高利 对 再来 哎老师那安国勒 今天安国好像也蛮强的 2054吗 8040 8040不是 8054 今天解禁了 对老师你是不是说过 解禁的第一天 绝对不能买 对 你看啊 你冲高你去买它又杀下来 嗯 对不对 它是最近是做IP 其实安国这支股票我做过 基本上在75块到80块这边 嗯 它有一个压力 哦 哎 安国涨很多了 对 它从30几块涨到80 75块 80块 真的涨很多了 真的 那你就让它休息一下 是 休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好不好 好再来 那我们今天的304亿的洋志 也来追踪一下 它是一黑一红啊 嗯 拉回来买 对 你看啊 昨天那个短线建商又进去 他又说涨停了 凯基啊 凯基这两天大买 这一天大卖 然后他看跌不下来 凯基昨天又去说涨停 哦 今天又大量 你就沿着五日线 它跌到五日线左右再来买 就比较漂亮了 嗯 比较漂亮了 好不好 啊 他应该还没有死了 再来 好 那老师6451的讯星呢 6451我跟你讲会到150 嗯 对 老师有没有准你自己说吗 我说跟你讲这里这个平台会过嘛 嗯 但是过了以后怎么办 再几涨你就出一下了 哦 可是他感觉量都还好 量还好 温和的 因为这有一个跳功 跳功涨停 是 跳功涨停整理整理再冲上去啊 这个就跟3105的文贸一样啊 是不是有一个跳功涨停 嗯 啊 跳功涨停老师为什么都在这里做整理 因为最近外资在买啊 啊 投信在出啊 啊 老师什么时候会上去第一个量 是 你看6451的讯星 他是不是在这里 这里都比较有量 对 这个都2000张1万张嘛 嗯 这比较有量嘛 那3105的文贸 他没有量嘛 对 啊他要举办法说嘛 他也不会跌啦 他要举办法说嘛 你看平班这有120张要买嘛 对 他要举办法说嘛 法说以后会不会突然好消息涨停板 我也不知道啊 就这样子 来 好老师那我想再问一下 我看看哦 致远咧3035 3035的致远 这一次我们比较没有做啊 嗯 外资一天买一天卖一天买一天卖 今天应该是小麦 对 那你让他休息三天 三天你知道吗 一根涨停板休息三天 三天以后 大概因为今天一定量缩的嘛 对 这两天都那么大量啊 冲来冲去啊 今天一定量缩的嘛 对不对 像譬如说这个6531的爱福 今天一定也量缩嘛 量缩会大跌嘛 不会大跌嘛 你看都没量了 真的 没量还创新高 所以没量你不需要去追高 好不好 但是逢低可以买 再来 好 那还有最近的AIPC的华硕 2357 2357 2357华硕 他也是一根涨停板 嗯 然后这个缺口没有补 没有吧 没补 季线都站上了吗 还是多头排列 对 这一支股票大概前一波的高点 438 888 又是258 400块以上 你有赚钱可以买 因为400块以上你一定赚了 除非你买在这里不可能吧 对 散户应该也不一定啦 不过如果你买在四百 你买在这里的话 你到400块以上你也没怎么输啦 可以持股虚报再来 没有我们最后一档 金利科3228 老师你有说大家大涨背后有故事 对啊 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融资融卷 对 所以他不会嘎空啊 嗯 今天又继续涨 这支股票有有一点贼 这支股票一定是有阻力在里面 那我有跟你讲过 这种股票开低你都不要怕 我没有跟你讲 我昨天也讲啊 开低 但是你如果开一开涨半支停板 他就啥 开高才要怕 开高才要怕 他开低往上走 开低往上走你就持股虚报 那譬如说如果说3228是不是 金利科会涨那2388的威胜一定会涨 因为他们同样大概做的东西都差不多 大陆的IC 对大陆的X86这个晶片 是 所以你要懂啊 那今天威胜的震荡幅度还没有他大 金利科比较大 那为什么 为什么金利科比较大 因为金利科第一个 他每一档张数 你看这每一档张数都几百张 这个是威胜 那金利科 金利科都个位数 真的 所以我只要10张20张 我就可以拉很高 对不对 那我们看6231的艾普 现在每一档张数也还好了 也还好了 都没有很大的张数 明天要攻哦 明天明天要攻哦 就是这样 好 再来 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 那由于老师今天是比较 要提早录 所以没办法给大家看收盘的价格 对不对 对 那我们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欢迎在底下留言哦 那我们 我会写在那个 那个TG里面 好不好 好 就查你的订阅 我会写在订阅分享里面 好的 我会写在W1788里面 是 谢谢老师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财经最新消息 赶快加入老师的Tagran W17888 那我们明天见咯 拜拜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行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也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那时地则房产业 理财周刊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